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蘭花頻道 今天我們要看的蘭花是一顆靜原生種 它是一款Biolecia跟 Zebrina交配出來的子袋 英文名字叫做African Sunset 中文就叫做非洲夕陽 其實這顆蘭花在我養護之下已經好幾年了 應該有六年了 但是到這一次這個影片呢 我才發現了它的名字叫做African Sunset 主要是它的名牌上面呢 從以前買來的時候 就一直說是Biolecia乘上 Zebrina 但是一直到這個影片 我突然間心血來潮 上網去開始搜尋去爬文 才在一個網站上面發現了 原來清本Biolecia乘上 Zebrina 它呢叫做African Sunset 這顆蘭花從買來到現在呢 它的這個開花狀況還有續花性 多花梗多花性呢 每一年都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它的照顧上面呢 一點都不讓我費心 而且每一年啊 掌根掌葉就是按部就班 沒有就是有任何讓我擔心的狀況發生 這顆蘭花當剛開始買來的時候呢 它的根系不是太好 然後我就決定要把它用戒指拌水根來做嘗試 但沒想到這顆蘭花對戒指拌水根這樣子的一個種植呢 非常非常的喜歡合適 所以它就是陸陸續續長根長葉 這蘭花也有香味 不過它的香味呢 可能真的沿襲了Violecia 所以是有點辣辣的味道 那不過因為又跟 Zebrina交在一起 所以它的香味 它的味道又不是純正的Violecia 其實有時候讓我覺得 聞起來還有點 不能說香味偏臭 只能說它的味道有點偏臭了 已經過半了 所以呢 我這顆花開花的時候 我基本上還是以觀賞花為主 我不會自動接近它 接近它去聞它的味道 不過光看其實這顆蘭花它的這個樣子呢 我也個人很喜歡 第一個它的唇呢 上面有毛毛小小的細毛毛毛的 我個人喜歡這樣的蘭花 像比如說 Speciosa 美花蝴蝶藍或者是Tetraspis 盾花蝴蝶藍 它們也是都有在唇上面有這樣一個毛毛的特性 再來呢 我當時會買這顆蘭花 也是因為它這個花瓣上面的這個斑紋啊 吸引了我 有啦 我其實有點被騙 因為賣家的照片呢 它的那個顏色偏紫色 但我的這一顆拿回來養了開花之後 它的是偏紅色 紅紫色 所以呢 不是我看到的那種顏色 但有可能是照出來的色差 不過它這個紅色我也不是很介意 主要還是看它的這花上面的斑紋 相當相當的好看 我有一陣子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花瓣上面是有斑紋斑塊的蘭花 那這一次呢也是一樣多花梗 那因為它有蓄花性嘛 所以花梗呢 就是花卸了之後 只要它還是綠色的我就不剪它 那一般來說呢 隔年它都一定會再從花梗的前端再長一段 然後來開二到三朵花 然後它也每一年都會長一個新花梗 所以呢 算是一款已經相當成熟 然後多花梗多蓄花性這樣的一顆蘭花 養護方面呢 這顆蘭花也是就是跟其他的蘭花一樣 吸收45%的這個濃度的肥料 那每一次呢 這顆蘭花我會給它四分之一杯的水量 但是如果在第五天第六天 它還沒有完全乾的話 我會斟酌把水分全部倒出來 然後讓它等個一天之後呢 或兩天我再重新給它可能少一點的水量 比如說八分之一杯 但是如果在我要澆水的那個週期的當天呢 如果它已經完全乾 或前一天我檢查它如果完全乾的話 我一樣是會給它四分之一杯 那月底的時候 我一定會用清水來為它做浸泡 那就一樣是底部那個藍色的外杯啊 就是照住然後浸泡 把水倒入 就是完全用清水 PPM是0的這一種 reverse osmosis water 就是這應該叫什麼 逆滲透的水 浸泡 15分鐘 20分鐘 30分鐘 甚至一個小時 讓它跑得很濕很濕 讓根系有很足夠的機會吸收吸飽水分 然後我就會把它的水全部全部倒掉 然後倒到滴到就是不會滴為止 再把它放回去 這樣子呢 又能夠擺個七天 你不用去管它 都不會有事情 那它的現在戒指呢 是無機戒指嘛 所以這顆蘭花在養護各方面都到位情況下 根系沒有出現問題的情況之下呢 我都不需要去擔心為它做換盆的動作 沒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無機戒指呢 它不會像有機戒指一樣 隨著時間過去 它這個有機戒指會慢慢的腐敗 會慢慢的變質 會產生比較多的酸性 但無機戒指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但是就是說呢 你要知道說根系都是健康的 那每一次澆花完 應該說每個月你要定期有時間去 能夠用清水來做清洗 把一些多餘肥料殘留下來的鹽分呢 用浸泡的方式 用沖水的方式呢 把它稀釋 然後熔解掉 稀釋掉 然後用清水倒掉把它帶走 那這顆蘭花其實它從以前買來到現在 就是一直都有一個這樣子 偏一邊往下就是長的一個趨勢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蘭花其實它就是有相關性 那這種特別是原生種的蘭花 或近原生種的蘭花 它們的葉子也都稍微比較軟一點 所以一定是會偏一邊 那後面是有長了很多的氣根啦 不過從以前到現在呢 我是盡量就是會再找另外一個杯子 把它們裝水 然後浸泡 但是呢 如果杯內 如果本身其實水分夠的話 其實外面的氣根就當做是裝飾美觀就好了 偶爾我會用水噴 噴就是讓它濕潤 但氣根的部分呢 因為杯內的根系還算多 所以這個氣根呢 我就還沒有因為要把氣根種回去盆內 而把它出盆 我不會做這樣的動作 因為這顆蘭花到目前為止 一種到這個戒指半水根 然後無稽戒指 它就一直長得很好 所以我就不會想要把氣根種回去 因為這顆我覺得 就是不動它會是最好的種植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您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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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